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大家好 我是谢宜文 今天小碟7点成交量3726亿 好像过了这个台积电法说之后 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个成交量就一直不够 这个好像感觉就是题材不够明确 那事实上也不是啦 就是说当在涨这个大型股的时候 小型股就比较不会活蹦乱跳 那尤其这个题材是在所谓的 这个重拳值股 尤其是台积电身上 所以你会发现近期来讲 量稍微有点缩 量开始稍微有点小 这个推动的力量不够 你会发现这个族群就会跳来跳去 包含小型股也是一样 就是说它连续性不是那么的够 那其实没有关系啦 如果你是报铺断的股票 像你看我这个侧边所打的股票 我们也今天不是一次打上这个标 两次上这个标 我们是大概是连续半个月 一个月在上这个标 就是说你报到大题材的股票 有时候真的是给它休息一下 等待一下 不会每天涨啦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轮来轮去 大致上就在这些族群里面 它可能不是最强的 那可能可是当一有表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用冲的出去 所以就是说你整个波段上来 你看起来 它虽然你看起来它是在轮 可是你发现这个各司各法 可是万变不离其中 大致上就在台积电先进制程机器人 面板这个先先进制程这个面板级三行封装 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有时候绕到CPO 有时候绕到光通讯的族群 那这些族群也是让这个投资人 跟所谓的市场上的大户 能够比较能够亲耐的 那这个当然大族群的股票 大致的股票你要报也是可以 可是你就要耐得住 耐得住它振 耐得住它休息 它不会说这个每天都涨停板给你看 那还不错啦 我们还抓到连续两天 涨停板的这个公司跟股票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做分析 好 节目的一开始 什么叫休息 什么叫耐症 就是说从我们买股票一开始 你就要知道分析可以由长至短 操作一定要由短至长 你分析可以大胆主观 可是你动作一定要依据要有策略 这个动作是很重要 我等下会解释这个东西 什么叫动作一定要有依据要有策略 尤其是策略的部分 否则你所有的买卖动作 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及做法 那我就举例给大家来听好了 比如说最近很多人在炒这一档股票 我说炒是炒价的炒 不是炒作的炒 这个是00679B 这个是美债 我们先不要管它是元大的 还是永丰的 还是群益的 我们不要管它就是美债 美债的ETF 那ETF的本意是什么 我让你定时定额 我让你长期投资 我让你可以求一个所谓的 算数平均数 就是说你的值不会说相对是买在 最高点或最低点 你的总均值会落在所谓的中间值 甚至于是中间偏下 为什么你越低价是买越多吗 如果你是用定额的方式 那定期的方式 比如说你是不管是每个月10号 8号 15号 你总不可能每个月的10号 8号 15号都是在当个月的最高点嘛 所以它是会有一个平均值 ETF的本意是这样 那你又去买到美债 那美债稳不稳 当然稳 但是最稳的是什么 你是直接去买美国债券 你并不会去买ETF 那ETF衍生出来就是说 因为美债以前的 以前以前啦 以前一次可能要10万美金 现在可能 现在的费率可能比较小了 可能是5万 4万 3万 甚至于1万块美金可能都买得到 我不知道啦 你去问一下那个理财专员 所以它现在的费率比较好 但是还是有人会去 就是说我想要投资 可是我没有那么大笔钱 那所以我去选择买美债ETF 那我今天就拿00679B 来做分析好了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一定要有策略 要有依据 要有策略 那你分析可以大胆 这个大胆的地方在于哪里 通常我们都知道 美债跟殖利率 跟利率的殖利率是往反向走 也就是说这个殖利率 如果你去银行那个定存利率 越低的话 那你的这个美债的价格会越高 那去买美债 去买美债20年的想法一定很简单嘛 未来美国利率会走低 因为通膨已经过了 美国会降息 所以我美债的价格会变高 这个依据对不对 这个理论基础对不对 很大胆的主观是对啊 也许 而且也是符合所谓的这个理论基础嘛 对不对 我们所学的经济投资 大致上就是告诉我们 殖利率是跟美债价格走反向嘛 对不对 好 可是你发现一件事 这一波 美国开始反转降息了嘛 对不对 好 也就是说这个是跟我们所学的东西是走反向的 降息理论上价格 美债价格是要往涨往上面啊 怎么是往下 好 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有依据了嘛 可是你的策略在于哪里 也就是说你当然有一种策略啦 也就是说这个我还有很多钱 我可以每天买 我可以怎么样拉回来我都买 这个我们常讲以前常常花钱花很多 花钱常常花很凶的人 我们常常在说说 你是当我欧雄金吗 对不对我们以前就是骂小孩啦 又要买什么又要买什么 你是当爸爸是王永庆是不是 是如果你是真的是很有钱 那你沿路往下买沿路往下摊 那赛局理论 这个你是对的 你当然是对的 为什么你是对的 因为就好像你去买一档股票一样嘛 你买台积电你 无论你从800买600买1000买 你沿路套下来每天都去买 总有一天他创新高 所以你终究来讲你是对的 可是前提的要件之下 是你要真的很有钱嘛 对不对或许真的你很有钱 那你这样的策略 我认为是没有错的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人去买美债 第一个他的心态 他是要赚价差 还是要赚美债的所谓的配股配息 应该讲利率啦 殖利率来讲 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赚价差啦 所以你会造成很多认知上的误解 就是说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本来只是想要去赚 美国降息的那个ETF美债的价差 可是你到后面你发现 事与愿违的时候 可是你的策略是错的 为什么 就是说你采取的策略是 就是没往下你就去买 没往下你就去买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 费钱的那条券我一定买成功 每天就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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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策略不对嘛 对不对 这个策略不对的地方在于哪里 是你很有钱别人没有钱啊 别人没有这么多钱嘛 那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换一个策略呢 对不对你的依据是对的 你的逻辑是对的 都没有错 都没有错 可是你以实务上操作来讲 发生了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反向走法或者是误差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换一个策略 不是拉回就买拉回就买拉回就买 一堆人在问我美债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你问我美债干嘛 我也没有做美债 那如果你要做美债 你还找分析师那你 那你还真的是 你还真的是有问题啊 有这么多股票不做 有这么多股票可以买 有这么多股票可以看 你为什么要去买美债呢 你应该来问问你自己吧 所以各位我们常讲 就是说除了你有很好的依据 很好的逻辑之外 当事情在实务上发现了一些 所谓的落差 甚至于是走一个所谓的 这个南辕北侧的走法 你提出来的策略是什么 你提出来的策略是什么 不是如果拉回就是买这么简单 那做任何事情大致上 你大致上你都会成功啦 那你因为你这么有钱嘛 你大致上你都会成功 那我觉得如果只是靠了钱 然后这个然后去用时间 去做一些所谓的长期的等待 那你也不用参加投顾了 对不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你懂我的意思吗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波 这个好像是全台湾里面最强的股票了吧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啦 这两天全台湾最强的股票 应该就这一档了 昨天一架到底啦 今天真的是也是大致上锁得很紧 而且都是处在量缩的状况 然而这个量缩是在过高之后的量缩 然后它也不是在被警示过程当中 它只是在减资100股之后 这个恢复减资之后的交易 然后开始连续两天的涨停 那就筹码来看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卖单 这个成交量已经变很小了啦 好 它已经变很小了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两天的卖单大部分都出自于 所谓的散户 为什么 好 我跟各位解释就是说 筹码还是集中的状况 还是集中在这个大人的手上 可是卖的人都是所谓的投资人 那代表这个一定是高点有期啦 我们先就筹码的状况 分布的状况先初步 先跟各位下一个定论 那为什么是投资人在卖 这个起来有致嘛 我们要把这个依据 逻辑讲给各位听 就是说我本来是一张股票是1000股 可是我减之之后剩900股 各位900股叫什么 900股叫零股 对吧 那当然盘中可以交易零股 可以去买零股 没有问题 可是你看到昨天嘛 这个叫一家到底 你不要说一百股 你连一股都买不到啦 有两个模式嘛 我身上如果 我身份如果有零股的 蓝山的 我去买东西 我尽量会把零钱拿给人家嘛 对不对 我身上尽量不要放零股 不然去去去又很重的 我尽量会把零钱拿给人家嘛 那还有一种方法 我买如果超过100块 比如说189块 我尽量把100块一张的 89块拿给人家嘛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拿200块给人家 人家要找11块给我 那我身上更多零钱了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被减之掉一百股 我身上有九百股 那有两种方式嘛 一个我再买一百股起来倒 倒一千股变一张嘛 那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整个我九百股零股我就买掉 我来买它就好了嘛 我身上就不会有这么多零钱 我就不会很重 我就买它 去去去去去去去嘛 我就看到什么东西 我就轻轻倒倒 我尽量减少我身上的零钱 或者是把我零钱全部都花掉嘛 对不对 那我刚刚是不是讲了 它在减之之后开盘第一天 一价到底所涨停 我们刚刚讲的 不要说一百股 你可能连一股都买不到嘛 对不对 那你的选择会是什么 明天不知道会起来漏 今天不知道会起来漏 不然整个九百股都还没听好啊 对不对 没错吧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卖掉的人 卖掉的人大部分都是投资人 卖掉所谓的减之之后的零股 那你会说老师啊 哎呦这个投资人真没有钱 四五十块五十块的股票 只能买一张 就算你买十张好了 就算你买十张好了 你现在大概也只剩下 就算你买五张好了 你现在还剩 你本来你剪之之后 你剩下4.5张嘛 你还是有五百股的零股啊 那我刚讲了嘛 四张我留着 五百股你会不会卖掉 当你那个状况是买不回 我买不到嘛 因为掌心板所说 我买不进来那五百股 哪怕你是后世人看好它 你会不会把那个五百股卖掉 那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啦 也是会啦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成交量变小 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 卖压都是来自于 所谓的散户跟投资人 那就筹码的进出理论来讲 当一档股票 它的筹码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来自于 都是现在目前持有者都是所谓的大人 或者是大户 好当开始 卖掉的人都是属于市场上的投资人 或者是散户 那我可不可以合理的告诉我自己 跟合理的告诉大家 这一档股票后市还会有高点 好这个叫其一其二啦 各位 各位 我们昨天讲啊 昨天是一价到底 今天稍微有稍微刷一下 有稍微抖一下 遇到这种股票 你知道它会所涨停 你知道它后续还有高点 你能做的很简单嘛 我跟你讲我能做的好不好 我能做的是什么 我能做的就是提早两个礼拜 请会员去买嘛 我能做的就是提早两个礼拜 请会员去买它嘛 在减资之前最后一天 我带我所有的会员去买它嘛 为什么 因为减资之后就是锁涨停 就是锁涨停 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股票 也是这么干 叫做2363的系统 可是你会发现减资之后 涨一天两天就回跌 这本来是50几块嘛 减资变80几块 结果啪击跌下来 我们去接了一笔嘛 对不对 好那后面还是 谢老师还是有讲 可是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啦 你大股东也好啦 你减完资之后 你的股价能够回到减资之前的股价 那我谢老师佩服你 为什么 不管是大股东小股东 大家都认为一件事 不然你减资是在减资之后 你减完以后 计划起来 后面又落到原本的计划 我股票 我的股票白白被减资掉了 你不要说小股东啦 大股东我哪 我根本减资就好了 我没有减资 我计划反正在这里 我持有股数还比较多 对不对 那我既然简直的 我公司也宣三令五声告诉你 第一个联电有高层要进来 第二个我把一些所谓的中低阶的 一些所谓的IC设计 我分给所谓的我的合并公司 或者是我赛给其他的公司去做 我现在专心要做一些所谓的高阶的IC设计 我不要说有理想有梦想 好 朝着这个目标去走 如果我因此告诉大家 我减完资之后 股价又回到所谓的减资之前的价格 那以后公司所讲的事情 都应该不会有人要信了啦 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最好的买点在于哪里 当它的股价是因为 是因为大盘大跌的关系 是因为大盘大跌回档的关系 而造成它的股价摔下来 能够回到所谓的减资之前的价格 我说那个才是最好最好最好的买点 大家还记得吗 一样减资的股票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这一段事情给各位听 结果它从六字头 最高应该有来到八十几块 无论如何啦 你纵使是在减资之后去买在高档的人 你大致上也都解套了啦 对吧 对吧 所以我们会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真的遇到所谓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嘛 逻辑是对的 依据是对的 可是当你发现了实物上的落差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要解释得很清楚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一样我在系统上面 我也跟各位这样讲 我系统前几天涨 我都没有拿出来涨 我都没有拿出来讲 今天稍微回答 我把这一段故事讲给各位听 你去回想一下 你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节目 就是如此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能够去买到这个 这两天你来台湾 全台湾里面最强的股票 这一不是偶然啊 对不对 那你说旧产业面 它有什么影响 我们你看到测标也好嘛 这个无论是COAS 面板及扇形分装机器人 它比较偏向在于所谓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它是做感测的嘛 那当然都知道感测用方面很多 我们常讲你连上厕所有时候 你有什么人站过 那水就流下去了 电池那个水流下去 那就是那个Sensor嘛 感测有很多嘛 那刚好现在机器人 我们常讲有那个所谓的瑕疵检测 用到它的东西 那你说它算是机器人供应链吗 不是啊真的它本业就是在这里嘛 它只是应用在不同的地方而已嘛 所以你说它的股价原本是从 各位我们去买它的时候是三字头 现在是60几块 当然有减之一百股啦 我们打九折下来也大概是56块57块吧 对不对 三字头你现在60几块呢 是不是 为什么能够一档股票 为什么能够讲那么久 能够报这么久 你包含你看我们之前的罗森高峰 到现在手上会员还有 我们去为什么讲三兄弟 为什么讲这三兄弟 互相持有交叉持股 对不对 好凌光光临东有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一波段 这光临啦803的光临 今天稍微弱了一点 我们说我们珠奇是放在灵光嘛 对不对 你不会感觉到 第一个比台积电还要来的差啦 第二个你不会感觉到 大盘好像在震荡 好多中小型股在震荡 可是怎么就是 选不到会涨的股票 对不对 明天还有一场重头戏啦 什么重头戏 CPU嘛 明天有国际光电展 在那个南港展览馆 我可能也会去一趟啦 当然要还是要看时间上 能不能搭配跟配合 那理论上来讲 我们听说啦传闻啦 我们没有到现场不一定会 现在还没有去还不知道吗 这个国际光电展 会有一个CPU专区啦 那我们先抓出 大支的股票来讲好了啦 好不好 那我认为这一档股票 就这个面板及扇形封装里面 会不会有一些光电的 因为它本来是面板嘛 面板一定是属于光电嘛 所以它一定会去参加嘛 会不会有一些消息是 它跟台积电 我们说南科有一块地卖 给台积电嘛 会不会有一段消息 比如说是这个3.5代厂 改成所谓的面板及扇形封装 我绝对有这个机会啦 我绝对有这个机会啦 如果你手上有群创的人 那你就尽量来找我们嘛 我们到现在手上都还有啊 对不对 那你讲到面板及扇形封装 就这一档股票嘛 这个大概涨了一天 震了一天嘛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我认为 就这个玻璃的部分 黏合的部分 就这个玻璃基板的部分 就面板形扇形封装里面 它是必要 必要性的东西 为什么 良率的关键就在这里 好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 再来介绍这一档股票 如果想要知道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来电 或者是加入谢文谢老师的LINE 你留电话 就把这一档股票送给各位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带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 鼓动乾坤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讲解这一档股票 今天这一档股票我送给各位 如果你加入一些文贤老师的LINE 或者是来电我们公司留电话 留你的姓名 那我们就把这一档股票 我们同步做操作 好不好 面板及扇形封装 为什么称为先先进制成 第一个 面板的面积比晶元大 它中间要经过贴合玻璃 切割 它占哪两个部分 贴合跟玻璃 不是玻璃喔 是脱离喔 那个玻璃 好不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面板及扇形封装 最关键的良率 良率的部分 良率不高台积电不会用啦 所以各位 现在目前低位阶 低融资 没有法人 没有太多的法人说借入跟进入 这一档股票一定大有可为 它本业本来就很好 它现在是切入到面板及扇形封装 如果想要拿这一档股票来做产业性的波段 让我们知道 请你来电给我们公司 或者是加入 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等你电话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